Hello大家好 我是指淘老货的老货哥 俗话说得好 入对圈子跟对人 那么今天的老货哥 跟大家一块来汇上这么五件器物 这一共是有四件 这还有一件 这有一件非常大的 一件咱们老兽型 这个一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首先看老货哥手中的 这么一个小碗 还有这么一个小碟 那先介绍小碟 这个小碟昨天给大家上过 就不多说了 这个东西一看就是家道时期的 没有一点争议的 一个太阳花的这么一个碟子 然后底下会带一个款 它也是一个简写的 这么一个款 这个小碟子 整个品项还是不错的 唯一的就是一个缺点 一个小缺线 给大家说一下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小医咬 非常小的小医咬 然后出来这么一个小精柚 非常短 就在口沿处 就这么短的一个小精柚 但是不透 这个给大家一个超低价格 就是一个会让的价格 这个盘子发色非常不错 非常蓝艳 画的也比较细 需要的话就一定有一个小医咬 连出来一个小精柚 那么但是没透 也给大家一个按透的价格 然后我们看第二件 第二件昨天也给大家上过 这么一个小茶碗 也是一个洗字的一个小茶碗 这个是几个洗 也是三洗的 这个小茶碗里面 同样刻有一个腕子 这个是一道充线 昨天那是两道充线 今天是一道充线 然后口牙有一点小医咬 这有一点小医咬 不影响咱们喝茶使用 非常小 然后也是按昨天那个价格 就说今天品项 比昨天那个要略好一些 把东西开门大佬 这也是一个清中期的 这都是清中期 这个要是配套买回去 也是非常不错 就发色 配套使用 配套买不行 168 那么我们看第三件 第三件是一个 和田玉的这么一个老烟嘴 这个和田玉的老烟嘴 属于清白玉 东西是开门大佬的 油性非常的足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打拱方式 打拱方式也是老的打拱方式 没有任何的争议 里面那个烟油 我倒是没给刷洗 这个愿意扣 自己回去拿牙签扣一口 这个老东西 没任何争议的 手上一盘的 稍微一盘的油性就出来了 它有一个小缺陷 是什么缺陷 就一个小石纹 这是我们籽料自带的 一个小石纹 就在这 这一点小石纹 有的人会介意 但是老霍哥会跟大家说 已经用了200来年的东西了 这个都没有坏 这个坏蛇是蛇不了 因为我们和田玉 它都会有硫有裂 这个是一个小石纹 它也不是后天造成的 东西开门大佬 给大家一个超低价格 喜欢的话 东西还是非常超值的 你能买到一个老的和田玉 现在是买不到了 现在只能买一个什么 只能买马脑 买和田玉 是买不到了 那么我们接着看第四件 今天说的快一些 咱们就快节奏 因为东西都之前 大家都介绍过 这么一个小盖盒 这个小盖盒 个体虽然不大 但是画的 做工非常精细 画的非常的精美 首先它的正面的开窗 是有两个人物 然后背面的开窗 是有一个蝶恋花 题材的这么一个 一个牡丹 一个蝴蝶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蝴蝶画的 也是非常的细致 上彩上的 也是非常的漂亮 那么在我们盖子顶上 难得的盖子顶上 也是有人物的 然后周边会有花卉 也就是说 这么一个小盖盒 是非常的反腐 做工 这小盖盒 它的功能 可能会有很多 有的人会说 是呈蜂蜜的 有的人会说 呈烟膏的 这个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也有可能是文房的 这么一个小器具 那么它并不是一个全品 它在流畅使用过程当中 有了磕碰了 它的磕碰在底下 底下这儿 这儿有一块磕碰 这儿有一块磕碰 然后这儿有一些缺失 但是老货哥给它修了一下 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 值得修复 这么一个人物的 题材的 这么一个细录的 后面是蝶脸花的 这么一个广彩的 这么一个小盖盒 给大家一个超低价格 这个东西非常精美 虽然个体小 值得收藏很把玩 也值得学习 胎质也是非常的干老 包括我们看里面 这是一个清代的 蛮清的 没任何争议 至少到清代 然后还通体带有苗巾 大家都知道 这个苗巾的器物 就是品级等级要高一些 给大家一个超低的价格 也就是一个标本的价格 东西是挺好的一个东西 喜欢的话 就把它起回去 还是非常超值的 后一件 这个藏品 个体非常的大 不用我说 大家也知道 这是一个老兽型 个体非常大的一个老兽型 它得有多高 它的高度有50厘米 重量非常的沉 然后大家看一下 老兽型的开脸 非常的慈祥 然后我们再看它慈指 看它胡须的慈指 已经非常温润了 经过多年的氧化盘膜 然后像玉一样 包括人物的开脸 以及开脸非常的逼真 就像真人一样 唯妙唯笑 然后我们看它手里的兽桃 手里的兽桃也是 个体的大小 就跟我们那个小桃子一样 非常的大 然后还有三片叶子 我们再看一下 往下看 看它穿着的衣着 衣着下面画的绘质 也是非常的细致 包括有蝙蝠 五幅捧兽 五个幅捧一个兽子 这还有兽桃 底下还有江牙海水纹 大家看一下江牙海水纹 这是整个做工非常的精细 它底下是一个百花不落地的 衣服是百花不落地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龙头拐杖 龙头拐杖非常有特点 龙头拐杖是可以拿下来的 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 这个就是咱们做工的巧妙 就防止戴着 有可能就是碰蛇了 但是我们景德镇的匠人们 给它设计成了这种两截的 这样也便于运输 我们再看一下 咱们老兽星的大耳朵 耳朵存做的非常的大 脑袋上起一个包 这也就是所说的兽星头 我们接着转往后转 衣服上都是五幅捧兽的 这个样纹饰 这个底下也是 所以画的非常的多 包括这个蝙蝠画的非常的细致 就细致到什么眼睛胡须 包括它身上的绒毛 然后身上的桃子兽槽 到处都是画的兽槽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老兽星 是做工是非常的细致 贵画的非常细致 特别是我们的衣服 非常的大气 兽山浮海 这是兽山浮海 江牙海水 然后是非常的细致 还以能确定它的年份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什么时期 就是我们建国初期 最晚到了70年代 应该它是属于一个 567的这么一个磁器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会有抵款 抵款这写着什么 景德镇标速磁场 这个一看就是我们567 60年代左右的东西 没有任何的争议 有的会把它当做民国 但是它不是民国的 这个东西实实在在 就是一个真真正正 567的时期的 这么一个老兽星 那么我们这个老兽星 它还是属于一个全品 它的高度 刚才说过了 接近了50厘米 老婆哥非常靠后才能把它收进来 然后它的重量 也达到了10多斤 非常非常的沉重 一个人拿着非常的费劲 然后摆在家里 这个东西应该是非常大气的 一个东西 确实是非常的大 你看老婆哥手放在这 这个手放在这 个体非常的大 而且它的寓意非常的吉祥 因为兽星 给能给人带来幸福长寿 然后摆在家里也非常的霸气 特别是谁家办公室 或者屋子比较大的话 摆这么一件 老兽星还是非常超值的 老婆哥今天给大家一个超低价格 一般的像这种567这么大个体的 它的价值应该在6000块钱以上 今天给大家一个超低价 放漏的价 喜欢的话 就是2000就是把它请回去 还是非常超值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 老婆哥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那么喜欢老婆哥的视频 请在咱们左下方 给老婆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长按三秒钟 点一个超级赞 然后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可以在老婆哥的屏幕的右下方 点一下关注 以后找老婆哥的视频好找 那么今天的视频 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对老婆哥的支持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